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輪賽第二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香港應引入轉彈法》 由政方港同學校中學部對反方荃灣觀立中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雙方辯論 政方主辯黃詠妍同學 政方第一副辯李欣喻同學 第二副辯何心悅同學 結辯張佳悅同學 反方主辯潘希彤同學 第一副辯連信恆同學 第二副辯陳穗琦同學 結辯盧慶銘同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馬尼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中文辯論隊教練范君華老師 溝通顧問及諮詢傳媒人黃潔衛女士 崇珍書院辯論隊總顧問羅斯華老師 比賽開始 請請正方主辯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看不到你的頭 對不起 我跟你說可以嗎 否則看不到我的桌子 還是你不用看到我的桌子 看到你的樣子 剛才看完你的桌子 可以了 你的樣子比較重要 對 再看得多一點 看不到 完全沒有表現 要看得到的樣子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對 叮 主席評判 正在各位 大家好 香港現時十分流行手機遊戲 有見及此 香港早在2013年 就設立了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 對健康的影響諮詢小組 一方面宣傳教育 另一方面希望遊戲廠商進行自我監管 可惜的是完成手法根本無效 經濟市衛會在2021年對市面上的手機遊戲進行調查 報告指出市面上有四成遊戲沒有披露商品的中獎機率 甚至超過六成遊戲沒有在抽獎的頁面 明確提示是以抽獎形式出售 可見現時遊戲的抽獎機制資訊並不透明 當市民選擇了去抽獎 但根本就不知道中獎機率 甚至確保不到有沒有中獎的機會 而有關於網上投訴 網上遊戲投訴的數字 就在更年足足增加了一倍 可見現時當軟性方法失效的時候 就有需要以硬性法律的手段 去保障消費者的獲益權利 就此日本、中國等不同國家都有轉彈法 以達到保障市民的目的 往方長而引入日本模式的轉彈法 在商品說明條例中加入這條新法規 規定遊戲廠商明確列明抽獎商品的機率 抽獎投入超過港幣3000餘或同等價值虛擬貨幣後 需要撤有補底機制而確保中獎機率 遊戲廠商也需要保存交易紀錄 若然遊戲廠商違法直訴虛假層數會被刑事檢控 若然遊戲廠商不跟從轉彈法 該遊戲就不可以在香港地區上架 因此我方立場十分清晰 面對現時香港有法律漏洞 港府應該是具有前瞻性主動去填補漏洞 不可以容許遊戲廠商魔術消費者的權益 所以今天衡量變題的標準在於 究竟轉彈法可不可以確立公平機制呢? 如果可以的話變題就理應成立 我方政立變題,原因有二 第一,保障事物獲益權利 香港現時在手機遊戲抽獎機制 關於消費者給了錢 但是無保障的投訴不斷上升 但是厄於現行法例上無保障 故此難以跟進以上投訴 就好像日本手遊碧南夢幻就有70萬頭女事件 明明遊戲廠商寫明會有6個百分比的機會抽到大獎 但是既然有玩家課金70萬 總共抽了2276次才得一隻 即是只有0.4個百分比 不合預期的情況嚴重 日本仍因為這個案例而訂立了警品表示法 去保障消費者 同樣地,在香港沒有轉彈法的情況下 政府難以監管 相反,設立了之後就可以阻止這一類型的情況出現 法例要求遊戲廠商需要顯示和確保抽獎機率 令到市民有數得計 有沒有被人騙一目了然 變相可以保障到市民應有的權益 上面有一方,是否保障市民權益都是做錯了呢? 第二,改善公平營商環境 手遊現在已經是一個成熟且有獲利的產業 在沒轉彈法的保護下 不同遊戲廠商的質素都參差不齊 抽獎機率作假的廠商 可以在無法律的監管底下貿取暴利 變相是對無欺騙消費者的廠商不公平 而事實上遊戲廠商並非反對 就好像由多間遊戲公司組成的日本網友協會 都能夠達成共識設立轉彈法 都同意由而香港遊戲產業 協會理事會副主席賴賀傑 都同意遊戲廠商公佈抽獎機率 並確立保障機制 可見遊戲廠商並非反對 反而在設立了法例之後 可以打擊到不法商人的欺騙行為 阻止他們的謀取暴利 變成一個公平的營商環境 最後想問有方,遊戲公平性重要還是不重要呢? 如果重要的話,不用轉彈法 又如何向市民確保和指導機率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時間所用是4分09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主編,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抽示意 會同時 請提醒反方主編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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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賽期間是不能跟任何人溝通的? 包括家人的溝通的? 我們在看中間是不正常的問題 我們在看中間是不正常的問題 因為我們有些音樂問題在搞中 不好意思 你們在技術上處理 反方主編同學請盡快準備好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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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提醒反方主編 評判住的各位 有方看到遊戲商不願意公佈抽取保密的機率 於是就希望推人轉彈法 我方同意玩家和遊戲商雙方的權益都需要受到保障 但是不是就要代表香港要立法呢? 有方推人申請的細節很模糊 香港究竟要找什麼機構 監察遊戲商又要怎樣將人機率驗證 最後的話 罰則又是怎樣呢? 白請有方交代 所以衡量辯題 就要審視轉彈法是不是有必要 和香港有沒有相關的配套配合法例執行 我方今天反對變題 原因有二 第一 監管行之有效 立法多次一舉 一直以來 都有玩家質疑轉彈遊戲中獎機率不透明 公司不願意公佈中獎機率 所以蘋果公司17年的時候開始在Apple Store上面 上架受質表明 廠商必須要在用戶購買提供戰利品商 或者擁有其他隨機 虛擬物品購買機制的用程式 包括手機遊戲之前 向用戶披露商品的獲取機率才可以上架 若然遊戲有虛假資料就會被要求下架 其後Google Play, Xbox 和任天堂等的遊戲公司 亦都在兩年後跟從做法 而商店決定遊戲可不可以上架 已經為玩家權益罷慣 由於遊戲必須要在商店上架 才獲得大量的用戶下載 所以遊戲商一般會主動配合條款 公佈機率 縱觀全球 例如推出大量熱門、轉彈手遊的日本和韓國 都只是利用消費者 法例 鼓勵遊戲公司公佈機率 但並沒有特別推出轉彈法 列明不公佈機率是違法 相反 用程式商店勒令遊戲 在上架之前要公佈機率 已經能有效規管 並沒有立法的必要 第二 本港遊戲產業制後 欠缺配套執行法例 放眼世界基於歐美、日韓等地的遊戲產業規模龐大 發展成熟 所以就算他們本身沒有執行轉彈法 都有能力去統整業界遊戲龍頭公司 設立志願監管制度 達至行業內的互相監管 查證是不是出現不公的情況 所以無論有沒有轉彈法 鑑於外國遊戲產業成熟 監管資源都很充足 但我們不妨看看香港的遊戲發展情況 就要發現就算立法 對整個產業發展都是沒有任何的理處 首先 針對現存的熱門轉彈遊戲 例如笼竹拼圖和怪物彈珠等等 遊戲開發商都不屬於香港本土公司 因此就算立法 根本就沒有相關公司需要受法例約束 立法目標很模糊 其次 香港政府一直 遊戲發展落後 一直都欠缺資源推動相關的產業 根據生產力促進到有關數碼產業的調查 超過八成的遊戲業受訪者 認為政府對業界支援不足 更加有六成的人 認為 缺乏培訓令到本港遊戲業 清國不節 所以就算立法 也都欠缺有公信力的 監管機構 配合法例執行 無法達成有封口中的目標 因此為香港入轉版法 不但沒有迫設性 更加沒有資源執行 所以最後想問有方 目前所有遊戲上架之前 已經要核實 並且要公布轉單的紀律 那有什麼必要令推薪法 家族電郵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便所用時間為三分三十六秒 沒有超時 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政方派出位台上辯員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為一分鐘 之後反方主便會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然後有一分鐘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於限時到達前十五秒會有一丁提示 丁 還有這張紙 時間到就會有兩丁的提示 丁丁 接著就會輪到反方派出位台上 再向政方主便提問 請問 請問雙方同學有沒有問題 好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的 不好意思 主席 我找不到那個分子條令 怎樣 阿sir我找了一個找給你 你可以等一等 河天那裡表演 我們交通給我吧 好 麻煩你 謝謝 寫給我 好 等一等一等 我要找一找回 應該在我們的家 大家等一等 阿sir,我用WhatsApp送給你,行不行嗎? 沒問題,OK 我們未填你的名字,三個是你來的 一是凡小姐,二是我來的 你看到三個是你來的 收到了,阿sir 好,謝謝 阿sir,你覺得準備好,我們請主席重新比賽 OK 現在先請正方派出位台上邊緣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正方主編發問 好 正 今天有方主編跟我說,現在已經有幫我們把關 所以不需要轉彈法,但問題是如果有方跟我說的把關有做到 為什麼剛剛我所說的消費會上四成遊戲沒有給到抽獎機率呢? 請有方跟正面冷靜,謝謝各位 好 好,反方主編現在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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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准备时间结束,有请反方主便回答, -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 可以。 - 定。 - 主席、评论、各位,首先很感谢有方和我的提问。 - 有方和我们讲到消费者委员会的那份资料, - 其实那份资料我方都看过, - 其实那份资料说的是, - 消费会随机抽取了10款的游戏, - 而当中有4款游戏是疑似没有公布机率, - 但其实我方看过, - 其实那4款游戏是有, - 实际上其实那4款游戏在界面, - 其实在官网界面是有公开的机率的, - 例如当中的全面司控, - 不单只公布了每一项奖品的中奖机率, - 还有公布到换家的中奖名单, - 所以其实没有公布的机率是不存在的, - 多谢各位。 - 接着到反方提问, - 请反方派出台上辩原发问, -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 - 请向镜头示意。 - 评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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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 很多資源去另立新法,保障了一項已經保障了的東西,多謝各位! 正方的主題現在是一分鐘準備的時間,開始計時! 請多謝,請多謝! 顛簧 準備時間結束 有請整方主便回答一分鐘的坐答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首先多謝有方從她發問 妳跟她說說會有靶光 公開廠商亦都自願公開 但首先有方剛才跟我說的數據 絕對不是事實 而有方看到消費會是不會說謊的 正正有廠商有四成的廠商沒有公開機率的時候 我想問有方跟我 當你說的這些公開把關 什麼廠商自願公開完全一點用都沒有的時候 究竟我們需要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呢? 多謝各位 台上發問環節結束 好 現在有請正方第一副片發言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正方一副同學 正方一副同學要準備好了 你說一次 Sorry 等一會兒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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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Sorry 等了我一會兒 同學你要盡快開始吧 因為怎樣收拾我們的卡都是你作為辯論員要決定的東西 就是等於你台上的時候 來了來了 不好意思 但是你咪了米 同學你不可以在你已經要出場之前 還要跟同學商量 這個不是我們實體比賽都可以容許的做法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大家同學記住 雖然這個是網賽 你們有break out room 你們可以說話 其實你們都可以打字的 同學記住 你們的任何討論是不可以影響比賽的進程的 正如實體比賽都不會容許你們可以在裡面自己談完很久才出來 請開始一正一的同學 可以 定 主席評判卓卓國 大家好 總括有分立場 有方認為現時在上假之前規定一定要公開機率 所以就認為我方方案是多此一舉 但有方舉出韓國例子 說他們是自願性質 所以就沒有成效 但另一方面舉出香港在上假之前把關 其實都只是自願性質 根本就不能在有效規短 如果有方覺得真的可以這麼有效的話 為什麼現在還有這麼多投訴呢? 況且有方只是擔心方案究竟可不可行 但本質上其實已經認同在我方方案下 是可以保障到不同玩家得到一個公平的遊戲體驗 更何況在現況上沒有法例去進行規管 到立法後是可以跟從商品說明條例進行規範 如果金額超過3000元 更加必然會有補帶機制 想問有方 如果有方是擔心遊戲想做不到 還是認為機率不透明都叫好呢? 比賽來我一刻不難 發現有方和我發下以下兩大錯誤 第一有方問我方是要如何監管 其實有方立場都退了 雖然認為質疑我方方案細節 但其實可以認為方案是可行的 我只不過是擔心如何監管 首先在保底的情況下 金額達至3000元後 就一定會出現指令法品 另外市民在遊戲公佈 機率之後如果發現機率和數字不相符的話 就可以去消費者委員會投訴 遊戲就會被指控為違反虛假陳述 透過有法律監管下 遊戲上的消費者就可以得到法律保障 讓一個遊戲可以處於一個公平 而且合理的環境 想問有方既然你認同我方方的可行性 為什麼就不可以實行呢? 第二有方同學就質疑在外國遊戲上架的時候 香港的法律就不能保障 首先有方應該是有漏洞的 在香港認同的話 它就應該在香港上架 但如果不是有一個合法 甚至正常的途徑去下載遊戲的話 那就就是換加自己的問題 其實應該他們只負責 就是說他們根本是不合理的 再者各位 現時面對著網上虛擬抽獎投訴 現行法例根本不可以處理到 根據民政事務局指出 並不是每個抽獎遊戲都會領取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而另一方面 因為有四成遊戲連抽獎機率都不會顯示 所以連商品說明條例都未必適用 過去海關在21年共接獲30種虛擬抽獎功能相關的投訴 但都沒有相關檢控結果 可見在現時法律有漏洞的情況下 多一個保障又有什麼問題呢? 走自其他地方都先後規定要公佈虛擬抽獎機率 2012年日本制定的警品表示 強制要求遊戲商公佈所設定的機率 2015年南韓定立機率營道具指律守則 要求遊戲業界指律性公佈機率 否則就會立法強制公開 2017年中國根據網絡遊戲管理暫行版法 規定遊戲商公佈隨機抽獎機率 服務和獲得服裝和獲得機率 可見不同國家都先後規定要立法公開機率 甚至要確保機率的總確度 有一方覺得香港不成熟 所以就認為 多謝各位 正方第一負面使用時間為3分19秒 有超時需要扣分 謝謝 然後是反方第一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不好意思 我想問超時扣分是扣多少 如果未過5秒的話就是5分 所以剛才是扣5分 所以剛才是扣5分 是嗎? 是 它超時4秒 謝謝 謝謝 接著是反方第一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傾向鏡頭示意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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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嗎? 聽到 可以了 叮 有4分的發言 今天有方說 Apple和Google Play等 都是自願公布 何來自願呢? 今天是強制應用程式 如果不公布機率的話 就要下架 意味他們連玩家收入都完全得不到的時候 這已經是一個強制措施了 如果說自願也沒有效的話 其實有方自己也說 南韓是推出一個自律守則 要求應用程式公布機率 有方這個是不是又是自打嘴巴呢? 實際上 我們再看看有方說了很久的日本景品法 正在做什麼 由壁南傳說出發 壁南傳說 當時消費者聽說 壁南傳說根本就沒有違反日本的景品法 即使之後景品法修法做的是什麼呢? 防止有一些有道性的資訊 令消費者誤導 根本就不是強制他們在公開機率 真正強制公開機率的是誰呢? 是日本的電子娛樂業者協會 他們帶領業界一起去公開機率 所以就令到現在日本他們的遊戲產業 全部都已經有公開機率了 所以可見今天令到公開機率的 根本就不是政府一條轉彈法 而是業界已經做到的時候 有方又何來說要強制立法呢? 再退一步了 今天有方說到不透明 根本就沒有說到不透明的問題在哪裡? 今天有投訴嗎? 有方即使兩者說到網絡遊戲的投訴 是不是針對轉彈呢? 有方從來都沒有交代過 而第二 就去到詐騙的問題 今天有方說了全場 懷疑詐騙 誰懷疑詐騙呢? 有方全場都沒有例子的 碧藍傳說的例子 消費者聽已經裁定了是沒有犯法的 而且 即使玩家懷疑他犯法 懷疑他的機率不對 碧藍傳說也出來公開露協 主動去全面檢視轉彈的機率 並且會賠償給玩家 可見今天 即使你已經懷疑了機率 遊戲商也會盡力保障你的權益 給你一些機率 給你轉彈所用的代幣 可見業界已經做到這件事了 再來 其實呢 今天轉彈的核心問題在哪裏呢? 是遊戲商和玩家之間的互信 要吸引到玩家互信 他們才可以有人去轉彈玩的 遊戲商怎麼可以弄一個假的機率 出來補自己 令到自己的收入減少呢? 到最後 有方全場說我們沒有質疑過你可行性 為什麼? 因為有方根本連整個科案的細節 完全沒有交代過的 怎樣罰也不知道 怎樣驗證機率也不知道 怎樣監察機率也不知道的時候 怎樣執行呢? 多謝各位 反方第一負面 使用時間懷3分07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正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試驗 整方二負面 可以把鏡頭比較高些 看到這個樣子 是 好 所以 主席評伴了一個位,大家好 其實有方同學很搞笑的 他說消費會做的,但其實是你要跟我論證 為什麼一個好地利的資料又無端端會錯呢? 有方同學又說,蘋果這些做自願政策 如果真的有用的話,為什麼其他國家又要立轉彈法呢? 我們不妨從三個持續者去進行探討 第一,市民 有方同學全場都不斷說 只要監管就可以了,所以轉彈法沒有用 但是有方同學方錯的重點 其實他也知道是要監管的 所以他也承認可以立轉彈法 其實轉彈法只不過是比監管更全面 更加做得好 而其實你說的韓國例子 原來之前都是閒自願,其實沒有你說得那麼好 原來人家韓國最終都是說要立法的時候 所以就看到其實正正是真的要立法 而其實今天有方主席又說 沒有配套香港的遊戲發展 發展得不成熟 其實有方同學說,原來你今天自己也知道的 所以其實現在不應該就這件事去立法去保障 看到原來立法其實不單止是保障到一班的消費者 其實更加可以幫助到整個遊戲商 幫助整個市場撥亂反正 所以其實現在看到你所說的所有事件 其實都是可以做可以不做 正正要立法去真正做到規管 第二,政府 其實來到以後的環節 反正有方同學其實全場都放錯了重點 他只是說我根本就行了,不用立法 又說沒有配套 其實也無反他的立法 他自己也知道是要保障換家 而其實有方同學全場沒有聽過我方說話 他最後又問我們沒有交代方案細節 而其實我們的方案細節就是說 有保低政策 一定要確實機率 而且不跟的話就會被法律制裁 也不能在香港上架 這些正正就是方案細節 有方同學又聽不聽到呢? 過去五年,海關銷衛會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收到不同市民的投訴 但都沒有辦法可以解決 因為根本沒有法例要公佈機率和確實機率 做不到確實機率的屬性不公開 因為要會動公開就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很明顯看到遊戲商有機會就很廢 一班銷衛者得不到他們應得的東西 那又是否叫公平呢? 原來我們見到台灣、日本也是發生了這些不公的事 才去網絡補路 但香港又為什麼不可以未遇籌謀呢? 第三,遊戲商 其實對於整個業界的發展 有部分遊戲商可以用不公佈機率 不確保機率來賺的錢要人過金 對於一班去拔手規的遊戲商根本不公平 就像台灣遊戲商骨子都贊同 公佈機率之後可以更加保證到消費者 而且為業界建立良好風氣 反過來看,有方直反對 有方認為法律存在膚色地帶正確 或是其他已經建立的國家都是做錯呢? 作為各位,其實轉眼法很簡單 等同兩個字 得知 讓遊戲玩家知道自己中獎的機率和不同的 可保他們有更好的遊戲體驗 亦定香港有更好的網絡轉眼風氣 原來見到遊戲商其實都是支持 香港、日本、韓國的遊戲商都表態是支持 因為可以扣保大家在一個平平的營商環境的時候 又可以獲得支持 但是需要有方又談何反對呢? 多謝各位 正方第二副片,使用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二副片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市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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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清楚 請問清楚 清楚 準備好 定 評判對各位比賽來到二副的位置 我們不妨逐一審視一下 有方和的論點 看它兩個部分 目標、手段究竟相不相符 今天有方和論點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叫保障消費者權益 其實我方和同意的 只不過有方和我舉出的資料是什麼呢? 就是有主編去到二副都在說的 消委會的資料 先不論我們爭論這麼久 消委會的資料究竟是真是假 我們不如看看現在的遊戲商 如何解釋這件事 原來現在的遊戲商 無論是我方前場所說的 天堂M 又或者是全面思考 除了公佈了機率之外 通通都有使用其他手段 例如公佈實時得獎名單 例如公佈抽獎的名單 這樣遊戲商使用其他不同的方法 多管齊 這樣又為什麼做不到 有方和我行中的問題呢? 其次有方和我又可以說 因為見到其他國家嚴重 所以香港都要跟出 先不論我方主編跟你說了 其實香港根本就已經沒有這個遊戲業界 根本遊戲業界發指 不成熟都不知要規管哪個遊戲 其次香港根本就不足以有配套 去跟隨其他外國的例子 甚至沒有方和據出的韓國的例子 其實韓國現在立法沒呢? 還沒立法的 他在說什麼? 竟然立法沒通過 所以政府要求這些遊戲商 治愈去監察 這樣跟現在的環境 現在的手遊深刻又有什麼 這麼滿像的? 不一樣嗎? 所以又回到我講到底 就是講到現在的手段 要怎樣做、怎樣做、怎樣做 又回到我開出來的目標 開出來的手段 開出來的方法 細節就是什麼呢? 我們要求這些遊戲商公佈機率 不然我們就下架他們 咦?等等 那麼熟悉口呢? 那就是現在的Apple 他們的用戶指 甚至乎是Google Explot等等的大公司 通通正在做的事 如果有方和我認為 這些Apple、Explot等等的大公司 都做不到的情況下 何不可以香港政府說一句 這些遊戲商就會怪怪的聽話呢? 所以去到底 有方和我前場去到 現在一直強調的位置就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有很多的投訴 那好了 就算真的有這些投訴 那又如何呢? 原來現在跟你說的就是 現在有這些機制 有不同的渠道 給你去投訴的情況下 這樣就正正可以透過 現在現行的市場的機制 去解決整個問題 所以說到底 例如說 不僅是有方和我前場 講到的所有遊戲例子 例如說我幫廣島的 或者是大陸的FGO等等的遊戲 通通都洩有不同的遊戲機制 而和這些消費者理性去溝通 當然如果現在遊戲廠商 是依賴這些消費者幫他轉彈 幫他提供這些收益的情況下 憑什麼有方和覺得這些遊戲廠商 通通都是無量廠商 通通都要堵殺自己的位置 欺騙消費者以此雲落呢? 所以說到底有方和的論點和目標 根本就是目標手段不相符的情況下 就無端端莫言要說 今場其他國家的例子 其他國家的法位去做 這樣合不合理呢? 說到底 科學學今日最到最後的論點是什麼呢? 就是說 叮叮 多謝各位 好 反方第二副片 想用時間為3分04秒 沒有超市,無需扣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發問 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員發問 請辯員開啟鏡頭並且試咪 正方同學 第一位發言的同學 開鏡頭和試咪 試咪 試咪 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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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再低一點 可以再低一點 好 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還沒開啟 謝謝 可以 主席 評判長各位 大家好 有關論點說 現在有發布商有把關 所以就沒有問題 但實際上如果有把關 那為什麼後一關有30宗投訴 都是說抽獎有問題 但最後都是無實而終 可見網上抽獎的問題 在香港一直存在 但可惜的是 但可惜的是 有投訴 有投訴就沒有回應 因為現時法律上 因為現時法律上 是包含不到 因為網絡遊戲 即使有抽獎成分 都不需要領牌 換言之 在法律上已經出現漏洞 想問友方 你講到已經有監管 但為什麼海關有30宗投訴 都是解決不了呢 多謝各位 好 反方現在有一分鐘 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是 對 最後 是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员回答,你有一分钟作答时间 先解答,听清楚 先感谢有方王的答案,其实有方王问到什么? 现在有投诉,所以有问题,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很简单的很简单,是有投诉代表有问题 再者就算这个投诉真是针对转达 真是针对这帮油气厂商的话 那又如何呢? 原来我们见到院行的方向自己说 韩国有投诉机制 商品说明条例可以架 可以搞定所有问题 那有方向为什么要架床 怎样弄多一条新法呢? 其实现在的投诉机制是否有效呢? 在原来这些消费者 可以与厂商直接沟通的情况下 以厂商都愿意回应消费者 那为什么市场机制无效呢? 以台湾的天堂M作为例子 多初都搞出了一个风波 但后来经过实货主丁德和天堂M 去证明对决的时候 其实最后天堂M 都是不服在消费者权益底下 愿意公告,愿意收有机率 最终并作出赔削 甚至乎是有不同的公告 这样正正就是游戏机制 时间够 谢谢各位 请反方派出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改辩元开启镜头 并且试咪 试咪试咪 请问听不听到? 听到 下一分钟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准备好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主辩道义父都说 游戏商会出现诈骗 但是他们的论证手段是什么呢? 就说有换家豪宅几十万 抽了2276次才抽到一次 就说游戏获奖机率是6%的 诚实是错误 其实有方输打赢要 一开始有方就说游戏公司不公布 但公布就说你是诈骗 所以不知道在有方立场 到底是要报还是不报机率 不如我们计一条数学题 一颗色仔 诈到6的机率是6分之1 如果我诈了100次都诈不到6 是不是就代表这颗色仔有问题呢? 不是的嘛 因为每个中奖机率都是独立事件 如果不是 为什么玩家在游戏抽了很多次都不中奖 就等于游戏商蓄意诈骗玩家呢? 多谢各位 正方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词清楚 这一分钟 准备时间 的准备时间 按住 游戏 感觉 没有 静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正方派出位辯員回答, 一分鐘再答時間,準備好請鏡頭示意。 可以 当然多谢佑芳和我给大家发问 没错,佑芳和我是粒色有问题 你说如果百分比是6的话 如果抽几个抽不到 正正就知道那些游戏箱是10个百分比 但抽10次原来都不中的时候 不就是游戏箱没有确实机率 但原来换加点都不可以申诉完 你所说的申诉这么有用 原来我们看到苹果上架审查 没有明确的规条 不跟你说抽象是公布机率的时候 所以如果看到其实自愿机制是根本没用 而且我们现在不是输打赢 我们是真正的保障一帮消费者 原来看到现在他们申诉完之后 没有结果的时候就真的没用 原来我们看到香港游戏产业 董事会副主席賴汉杰都表示 一定要有保障机制才能保障那些消费者 有个人说是否认为立法又是完全没用 又只是申诉 申诉完又没有结果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呢 多谢各位 好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第二个问题环节 请正方排出台下辩元发问 请各位辩元开启镜头和试咪 正方台下第二条问题的同学 好 我想问我是不是要开启镜头 是吗 OK 好 下一分钟的发问时间准备好清晏镜头示意 有方同学一直虚假资料 由正方主编开始说 苹果公司没有公开就不能上假 但有方同学错资料 根据Apple Store审核指纳 5.3游戏赌博和彩票指出 抽奖道具 但是由于那些人也随着 好 刚才能够认为 那些人也有一个很大的 你也要看一看 有方同学 平常不值得 一种 有方同学 有方同学 也不值得 有方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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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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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機虛擬商品購買機制的APP 必須在用戶購買前向它們披露每類物品的獲取機率 可見Apple其實已經表明了全部遊戲都要公開機率 而實際執行情況如何呢? 例如日本大熱遊戲《怪物彈珠》 就因為未有跟從App Store公開機率的指示 而被App Store暫時下架 而要在公開機率後才可以重新上架 我看到App Store這個規矩已經令到 例如《隆逐聽圖》、《怪物彈珠》等 原本沒有公開機率的遊戲 紛紛跟從一起公佈機率的時候 這就是恆之有效的例子 時間夠了 多謝各位 現在請反方派出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各位便員開啟鏡頭並且試咪 試咪試咪 聽到 你有一分鐘發問時間準備好鏡頭示意 準備好 定 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雙方說見到日本等地有實施轉彈法 因此就說香港都應該跟從 但有方資料看一半不看一半 因為這些國家從來都沒有一條轉彈法 去立令遊戲商公佈機率 並且從來沒有說不公佈機率就是違法 但原來有方今天口中的警方法 只是日本要求商品在出售前公佈優惠條例等等 但針對手遊 日本遊戲協會都只是根據法例修訂 呼籲遊戲商公佈機率 但不公佈根本就不犯法 今天辯題說引入轉彈法 換言之即是自其他地方引入 但有方只是說 將轉彈法納入商品說明條例 先不論有方根本連法則細節都沒有交代清楚 想問有方 有什麼國家或者地區 是像你們那樣 用商品說明條例的形式執行呢? 好,政方現在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有什麼事? 進行 可以 在香港 有什麼事? 所以 不是 有什麼事? 我已經解釋了 不知 有什麼事? 我已經解釋了 我已經解釋了 是 我們 有什麼事? 我們 我們 從來 我們 -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正方派出位見員回答,有一分鐘再回答時間,準備好鏡頭示意。 - 可以。 - 正。 - 今天我又不斷問方案細節,又說其他國家也沒有明確地推行傳染法,日本也沒有明確地推行。 - 但我先問清楚,其實不同國家用不同的形式去做。 - 理念也是一樣,就是保障消耗者,令他們有更好的遊戲體驗又有什麼問題。 - 今天我從來沒有聽過,回答了這麼多次方案細節,他也聽不到。 - 因為他自己也知道傳染法是有用的。 - 而我們見到你所說的蘋果,有可能我不會再用假資了。 - 如果蘋果是說,只要不是虛言貨幣的話,其實根本就不需要確實機率。 - 所以我們見到今天沒有立正的法是根本保障不了他們。 - 而你也懂得說,日本可能不是很明確地立這條法例,但理念也是一樣。 - 而其實現在香港,如果明確立了這條法例的時候, - 它可以真正保障到,真是申訴之後有用。 - 那個遊戲商造假的遊戲商是會受到法律制裁。 - 這是真正可以保障到消費者和保障到整個遊戲商的市場。 - 多謝各位。 - 回答發文環節結束。 - 現在是結辯準備時間,雙方結辯有一分鐘時間作準備,開始計時。 - 囉。 好,準備時間結束,先由反方主辯總結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試咪,試咪,清楚嗎? 清楚 好,準備好 正 你的東西壞了,你的東西壞了 還有各位,曾經在公展會有位女士,因為夾不到包圓 她就直接用手搶 回想起這個畫面,難怪這場好像很熟口面 我抽不到大獎,是你的遊戲壞了 好,那你就決定要立法了 整件事是不是有一點無理取鬧呢? 其實今天雙方都同意,遊戲玩家是要保障 是不應該受到欺詐的 不過分歧就是在於立法是不是這麼恆之有效呢? 基於這種分歧,我們可以用三個問題看看 第一,發生了什麼事令我們要討論這個立法呢? 法律不應該無蹤身有,要立法我們先要看清楚 是不是真的普遍存在所謂的遊戲廠商詐騙行為呢? 其實今天雙方都連一件證實了的事件都說不出 因為原來不單止香港是沒有任何相關的輿論 更加是連外國的案例是寥寥可數 背後原因是什麼? 原來各大遊戲平台已經商界規定了要公開實實的機率 整個市場架構都做好了 今天雙方的立法是防止一些不會出現的事出現 需要性是在哪裏呢? 雙方就說不是啊,我們今天擔心遊戲有漏洞的 怕它沒有機率,法律沒有做到,我就做回 但是雙方是問你,台下問你 你如何量證,抽很多次抽不用就代表機率有問題 雙方是沒有回答的,他自己也知道這種前提是說不過去 再者是雙方的邏輯,今天換句話說 盤賽有多少條法菜,菠蘿包有沒有菠蘿 MIRROR卡抽不抽用姜濤,這些是不是全部都要立法規管呢? 加上我今天一虎都跟你說 現在都公佈了一些機率,這些遊戲已經去到現在2022年都已經做好了的時候 有方說你亡洋補路,好,但是圈都沒有爛 你補泥是不是貪好看呢? 有方說這種的立法前提都已經講不過去 第二,法例針對的對象是哪一個? 今天這個轉彈法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本地政府要求遊戲廠商公佈核實的機率 問題就是香港都沒有一個成熟的產業 那究竟立法之後是監管哪一個呢? 香港就看也不用看了 那外國遊戲呢? 如果遊戲作假,你雖然騙人的東西就不是十分光彩 廠商就無緣無故公佈代碼給你呢? 反過來要政府就去做一個查證 但是整件事又怎會是單眼佬看穿底牌這麼簡單呢? 有方說整場都確實不到 香港有能力去建立一個專門的機構去追溯這個圓代碼的時候 甚至去做跨境執法 一句到尾,立法是在監管哪一個呢? 原來是沒有的 有方說,不是啦,我們政策很有效的可以做監管的嘛 今天我方一副問你,你的機率是怎樣驗證? 怎麼肯定他作假?有方說,沒有給我解釋的 代表是什麼?他自己都不知道法律怎麼行 所謂監管只是一場紙上談兵 更黃頓可以作出所謂的懲罰 見基點都只是信政府沒問題的 手法和成效又是不是真的說得過去呢? 最後,立法對於遊戲市場有什麼影響? 我們不看前因,整體後果 當你不知道為什麼做到一些配套 那些外國遊戲又真的跟你的法律 但預期有什麼會因為立法而改變呢? 原來法律一行跟你做好了 規條,平台又幫你量好了 所謂的沒有機率,假機率一開頭都不存在的時候 整個政策會不會只是一句 香港政府對不良廠商提出嚴正交涉呢? 一句到尾,人做就有用 我們做就是勞民雙才的了 反方說,不是很重要的 可以令到遊戲補回機率 讓大家玩得開心 我們完全同意 但問題是真的已經做了 我們現在 你都說不到這個政策 有什麼是做到現在做不到的地方 成效都沒有補證的時候 現在是不是虧嫌我們富房虧二千億不夠呢? 各位,抽到抽不到真的是靠彩數 抽獎就是這樣的了 你預了不行,你就行 你想要的偏偏不到你手 想要的永遠都拿不夠 辯論不可能長一長年 人生不可能一帆封信 抽獎教釋我們是接受疫境 有方來為了一些禁兒戲的想法 就要決定立法 我們將來有一天三叮之後 要停止發言也要有一條三叮法呢? 謝謝各位 好 反方主變所用時間為4分11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最後政方主變總結 有4分11秒 準備好正常鏡頭點頭示意 好,正康傑同學 是 是 可以把鏡頭拍照你的樣子 可以嗎? 好 好 那我說可以就定是嗎? 是 好 可以 定 主席 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跟我一直說 遊戲商有公佈 但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在2012年制定的景品表示 2015年有換家起訴 升資勇者 鬥惡龍 遊戲裝備機率和公佈數據不相符 最終商家已賠款300萬告終 所以今天有方跟我所說 商家有把關根本就行不通 而我方正正配合香港的獨特性 才作出這個方案 今天有方是不是真的說 所以今天是不是真的有方所說到 這個法律這麼無必要性呢? 有方是不是想要等到 香港被人騙了才再立法呢? 而且今天有方不聽我方方的細節 我方說有3000元保底機制 這些所有 由頭到尾 有方同學都沒有聽過我方說話 因為有方同學都知道是需要這條法例 而海關根本就不能夠把關 所以才需要轉彈法 這條法例加以保障 有方同學又說 全場都在說 蘋果公司這些都有公佈機率 都不需要這條法例 所以我問有方同學 資料出處在哪裏呢? 上述公司哪一條法例 哪一條條款又說到要公開機率 有方同學說清楚 第幾條哪一章詳細是怎樣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出假資料 這條法例更加需要立法 就是要欺騙我方 要欺騙我方 我們可以見到 蘋果公司5.3 這條條例 遊戲賭博和彩票的條款 根本沒有有方同學 和台下所說的那些資料 所以非真實的貨幣遊戲 都是不需要公開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出假資料 而且方案細節 不清不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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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口說白 有方同學 主辯的第二個論點 都已經沒有提過 因為配套根本就不重要 所以今天這條法例更加需要立法 更加需要政府的立法和監管 我方全場論證 港府應該設立轉彈法 就是從現實的角度出發 訂立清晰的界線 規管網絡遊戲的中獎機率 訂立遊戲發展商需要公佈機率 以及設立保底機制提高透明度 令到網絡遊戲更為進步 除了是讓玩家可以知道 不同遊戲有什麼特色之外 連中獎機率和風險成本都可以成為 他們是不是衡量玩這個遊戲的因素 確保保障玩家的權益 所以同時如果遊戲發展商 希望吸引更多人去玩他們的遊戲 有方同學你也知道 並不是應該只是在於遊戲設計 又或者有什麼道具 因為就算設計得再好 但是玩家就算肯誇金 都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達到目標 最終玩家只會來這款遊戲而去 所以今天設立轉彈法後 遊戲發展商為了要留住玩家 為了證明他們是有信心蠟燭 他們就需要和遊戲發展商作出競爭 將這些中獎機率更為透明 相反如果遊戲發展商 選擇不公開又或者得過且過 那麼這類遊戲自然會被淘汰 當轉彈法可以令到遊戲業界的風氣改善 而不是將過去的問題合理化 從而造到兩敗驅逐劣敗 是不是都算一種話事呢? 其實玩遊戲不是錯 就算是課金去抽獎抽道具 都不一定是錯 最錯就是一旦出了問題 但是都沒有法例歸管 沒有法例給大家去追究 而港府正正就是作 而港府的角色正正就是 需要一條法律去幫他們 作出更好的規管 今天馬六合採賣獎 甚至是商家要搞抽獎活動 都要和民政事務總署 申請推廣生意競賽 他們的牌照 純術例子都證明 港府一直以來 都會對這類涉及機會率的遊戲 進行立法 並且加以規管 如果今天有方認為 我方昌以港府定立轉彈法是有問題 那麼純術的法例 是否全部都應該廢除 世界上不同國家 比如比例是韓國和日本不同 這些國家 是否都同樣做錯了? 是否眾人皆最惠有方獨成呢? 做錯各位 沒有人希望玩遊戲 空手而會 但是不希望大家 在武保障之後 變成失望而會 多謝各位 正方結辯所用時間為 4分06秒 超時無需扣分 給出告一段落 本人將與評判和雙方合分員 稍若聯絡 處理分子問題 但為了把握時間 我們也會在三位評判 填妥分子之後 逐一邀請 為這場比賽比評語 請對賽雙方留在原位等待 提下評判 最佳辯論員 是需要額外評分的 每位評判 請先選出三位 表現比較好的辯論 再分別比分數 最佳那位是有30分 次佳就有20分 正佳那位就有10分 正佳那位評判 如果已經填好分子之後 可以跟我說聲 或者如果想說評語 都可以跟我說聲 謝謝 范小姐想先說一下嗎 范小姐 我未填完 但我填完的話 可以先說 等等 我還差很難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我想問現在是否在等我先說 要是因為我現在還參加街面評分 要是我說完 然後等其他評判在說的時候 我才補填 可以嗎 范小姐 可以 因為我們考慮到 你原本想先說 就是擔心你 范小姐 我好像沒有這樣的 應該不是我 好好好 但是有沒有其他評判 如果不是我都可以先說 我無所謂 阿羅Sir 你想不想先說 范小姐 我先說 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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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這個題目裡面 其實兩邊的資料說完之後 我有一個感覺 我就是 我不知道相信誰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 你又一個人說 Airpostok那條例是這樣寫 另外一個人說是這樣寫 老實說 你 你讀了整個 即好像有實販方那樣 你讀了整個條例出來 其實不代表我相信你 你可以用這些字眼去避開它 或者上面可能有些疑問 你避開它也有可能 這個不會增加你們的可能性 這個我可以很老實地說 OK 那反過來 其實正方我又 你們說他講得不對 我也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反過來 我就會把 Apple Store這件事 就 不作為我 那個 評分的其中標準 因為 我不知道 我不相信 誰好 除非你是 很確實 那你 一直都很強調 一直都在說這條例子 那可能你會增加了我的記憶 是不是 可能我相信你一直 幾個辯言都在說這件事 那可能 我會清楚一點 這就是有一條這樣的例子 但是 你的具體內容 沒有 可能說過一次 還在回應台下發問 那時候你去說 那我就真的不是 一定是會相信你說的 是對的 這個是真的 我很老實地說 但是 當然 我評論什麼呢 我覺得其實就是 兩方 中間的邏輯 大家的邏輯是怎樣 就是推演是怎樣 當然也包括很多 就是辯論的技巧 方面的東西 那這些 就是會變成了一些 我會拿來評分的東西 對於我只信你 拋的這個資料出來 好了 那我覺得今天的辯論來講 那前面其實呢 政方他有說過一件事 那其實他講到這件事 其實是 就是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可能是他自己本身原創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本身原創 就是其他國家也未必是這樣 那反方其實就不要怎麼跟進 那這個就是那個 補底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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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說 你一定要抽夠這麼多次呢 你就要一定可以中 一定可以換到東西了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制度呢 其實政方有提到出來 尤其是主辯那裡提出來 但是反方沒有怎麼回應 那我就覺得呢 就在那個 在那個 論點上面來講 反方是吃虧的 那老實說 因為 你如果人家 你說的 一直說那個 是有沒有公佈那個 機率呢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說的 對不對 Apple Store那條例 但是你完全沒有說過保底 那是不是現在那些 全部都有保底的呢 那香港是不是可以立條例 要求保底呢 其實可以啊 為什麼不可以呢 是不是 那你是公開的數字而已 那你是不是有保底呢 那你沒有保底的 就是保底人家都說有好處的嘛 就是 對於那個買家 課金的人 說低一點 那我覺得其實你真的要回應 如果不是真的被人打很多的面位呢 那變成你們那邊就是 就是論點上會好是低的 那麼 另外一樣東西 我也都覺得 反過來說 我覺得正方呢 就 很有趣的 這麼說的 就是那個所謂 就是 改善那個營商環境那樣的 那樣東西 因為 我覺得呢 其實如果你是純粹說 從玩家的角度來講呢 那你有保底也好 你有一個記錄也好 那其實對於他們來說都是保障 那但是呢 如果你從一個公司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不是很聽得清楚 我聽得明白 就是到底另一條這樣的例 是會跟這個公司的營商環境那樣的關係 那你一定要解釋清楚一點 尤其是可能我都在等幾個邊緣 就是主要面講這件事情 就是一負一負二負 其實對於這件事是沒有一個解釋 但是很可惜呢 就是 都聽不到那個解釋 OK 那就是 為什麼這些東西會牽涉到 可能是令到那個企業來講 是對他們有利呢 那你應該可能 比如說多一點就是 就是因為那些玩家會覺得 其實 課金這件事不是一種欺責行為 是不是 我舉例 我可能會這樣說 課金這件事不是一種欺責行為 所以這群網上玩這些網上遊戲 就不會被人騙的 那所以更多人就是 會吸引了下去 是去玩一些網絡的遊戲 那樣 其實就會導致就是 令到那些廠商 整體整個行業來說 都會多了一些消費者去參與 那樣的話 那你就或者比較清楚 可以說到那個營商環境的點出來 那我覺得呢 政方其實可能在上面來說 這個項目上面的解釋 是做得不夠 好了 我再講一個問題了 就是其實呢 雙方今天呢 都有拋一些例子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呢 就是那個例子來講呢 雙方提出來的例子 都有些問題的 那譬如說 如果你說的 就是政方來講呢 他提過一個 譬如說韓國定的轉彈法 是吧 那我就 其實實際上 第一 我不是都知道 其實他們的轉彈法 和你的轉彈法 是不是相同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說到韓國 他定了 是吧 那其實隔壁那裏問了一個問題的 就是 譬如說韓國定了之後呢 那其實 是不是 就是他們的公司 反正都是 會有一些的 就是改進 會做了 那會不會其實呢 就是香港其實就沒有必要去 去做這些 這樣的跟進措施呢 那所以其實你在那個 譬如你舉一些外國的例子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舉一些外國的例子 那但是外國的例子第一 他是不是跟香港合用呢 那還有他那個情況 他定的那個轉彈法 是不是就是包括你所說的 保底那個機制呢 那如果他不是一樣的時候 其實可不可以拿來 去做一個類比呢 那這個都是一個 真的值得去說的東西 那我覺得其實 政方呢在上面呢 可以再交代得清楚一點點 那或者其實如果你真的說 譬如說保底 在外國是有一個效用的 那有沒有一些國家 其實在做保底這件事 那就是我一直聽到那個 可能都是他們要求一些 就是公司公開的機率 那會不會有些保底 那這樣 我這件事其實可以 政方做得好一點 那反方其實就是 舉了一個 就是有些例子出來 我這個覺得其實呢 嗯 我自己想呢 這件事聽下去是合理的 但是其實呢實際上 也有些問題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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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那個 那個 獨立的機率那個問題 你說就是 譬如說抽幾次 那他然後 他就是 就是 每一次獨立 譬如說他上面說6% 每一次6% 哦 那如果好像你這樣說呢 那大家如果計算過 確率的人都知道 那一次呢 我抽一次就是6% 哇 我抽兩次的時候就三點 再細一點了 就是 兩次裡面有會中的機率 可能你兩次都中的 其實機率再細一點 然後再細一點 其實那個機率到底是不是真的 這樣去計算呢 到底他騷出來 譬如說 他騷出來說6%會中 其實他6% 是不是真的 獨立地 每一次這樣去計算 還是 其實他在說你 比如說 10抽 10抽裡面有幾個%去中 你真的為了抽幾次 100次之後 其實會有6%中呢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 需要交理得清楚一點 就是我相信 他那個6%的機率 的意思 不是完全等於 是每一次抽到6% 有6%抽中 就是我覺得 其實這個說法 好像不是很 跟他本身那個意思是相同的 就是他到底是不是 那6%中獎 是不是就是6% 真的 在說 就是獨立地去計算呢 我覺得 你需要交代得清楚一點 其實 好了 還有一個 最後就是 台下發文 我想說 其實雙方 今天台下發文 都有一些的錯誤 其實我犯了 因為我 實際第一 我沒有聽清楚 政方其實有沒有說清楚 這件事情 據我所知 其實他就是說 香港的商品說明條例 只是要求 要求我們其實那個 任何的廣告 或者任何的宣傳 或者公佈 其實要和事實相同 這個是商品說明條 所以其實政方說 很多廠商就是不想 下那個機率 原因就是被那個商品說明條例 其實他沒有說 將 轉彈法是納入商品說明條例的 但是你有一個 台下發文的同學 就問他 為什麼要納入商品說明條例呢 商品說明條例有什麼好處 那幾乎 就不是很聽得清楚 對面說的 這個就是 我覺得其實有個問題 好了 另外一個 就是政方 其實都是 可能他就是準備不足 或者其實他想說那條的 Apple Store的條款出來 但是他就比較複雜 所以他就說不到那個問題出來 那我覺得這裏呢 都可以 就是大家雙方都是 可以構思得好些 就是其實有時候 你想觀看整條條例出來說 那你觀看 是否 就是讀出來 或者其實在台下發文 做這件事 是否一個合當的做法呢 那這個我也覺得 其實就是 政方都和學生都去想一下的 那或者下次呢 其實再問一條問題 盡量都是精簡一點 那這個就是 我對於大家幾方面的表現 就是那個論點和邏輸推理 啊 用論句啊 以及 和發明一些小小的意見 多謝實在 好,多謝羅老師的評語 那現在可以請 黃女士還是范老師 想給評語先呢 我可以 好 是,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是 跟蔡惠交通 可能有些誤會 但是可能是我下一場那個 評判 是的 可能NCS的評判 可能要求做了 令到有些誤會 這樣探望大家的思考 不好意思 好,令你緊張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 因為剛才評判都說了 一些可能我想說的 那我就主要去說一些 其他事情 但是 如果我說得有些混亂 希望大家見諒 那我想可能由雙方的立場 入手去開始 先說一說 我自己聽完這場比賽之後 我覺得雙方的立場 其實是 有一些 我不知道應該是叫做不連貫 還是一個是 好像每個面 或者他所說的 給我的感覺 都是有點不同的 我先說了 正方 我覺得正方 你對於 如何處理人入轉彈法 這件事 其實是令到我聽到 他有一些 不太明白 應該是這樣說 如果我如何去理解引入 我覺得是 你在現有的法例下 去加入了一個針對轉彈的元素 我會覺得是引入的 或者你真的 就著轉彈這件事 去訂立一條新的法例 我也同意 我會覺得這個是引入的 那 今天 我理解得到 正方應該是在做前者 就是好像是想在 在商品說明條例裡面 去要求一些手機 即一些遊戲 他就 他邏輯應該是 因為手機遊戲的補償 都是屬於商品 於是其實是可以 將它加入商品說明條例 就要求那個遊戲的廠商 去列明你那個商品的說明 就是你那個抽獎的說明 但是為什麼我覺得有點模糊呢 就是因為當你在說一些外國例子 例如你說 可能你第一個論點 你說說 日本不知道 好像有一個人課金 然後課完出來之後 就看到那個機率是0.4% 然後之後 日本就立了一條景品表示法 這裡我模糊的是 但是我不是很判斷究竟 景品表示法是專門針對轉彈 而特地新立的一條法例 還是它同樣是有一個 即景品表示法 其實類似就是香港的商品說明條例 然後它就在景品表示法裡面 是釐清了說手機遊戲的轉彈 都同樣是屬於商品 所以就必須要釐清 即同樣的情況都出現在 好像我們台下都有答過一些 譬如韓國要立法 但是韓國立法究竟它又是 它又好像你所說 是說它在它自己的那條 三文說明條例裡面 它加了轉彈這件事 還是它只是針對轉彈 去立了一條新的法例 我覺得這個立場 我是聽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有時都會很混亂 究竟你引入的做法是怎樣的 這是我會覺得 正方立場會有些混亂的位置 而我也是覺得 其實如果你們去講一些外國的例子 或者外國的做法的時候 都是除了去講它那條法律的名字之外 是需要多加一些詳述 就是究竟它實質的內容是些什麼 我覺得就會對評判來說 消化來說是會好些 而反方我會覺得 今天立場有一些不清楚的位置 就是在於你究竟站在一個什麼的位置 去反對條斷冷法 這個給我的感覺 是好像前場和後場那個反差 是不是叫反差 就是分別都挺大 例如你反主的時候 你是說說你跟 就是正主說 現在如果我不披露那個遊戲的機率 就是保障不到消費者的時候 你反主是說同意 我們要保障消費者的 雖然你同意 但是你說其實現在已經有保障了 例如你業界已經自我規管了 但是去到後面的時候 我會聽到 你們有些對反方的質疑 有些對正方的質疑 好像不是 好像跟你們本身說 需要保障消費者的這個需要 是有出入 例如你會問他 例如結辯 會問他 抽MIRROR卡 是不是又是要列出這個機率 或者你是會 就是這個是 你可能 我不知道這個你是想質疑 是覺得根本沒有需要去公佈的機率 甚至乎你會攻擊的東西是 就算我公佈了一個中獎機率也好 其實我是認證不到一個機率 跟他說的全部一樣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的立場究竟是你覺得 需要去保障消費者 還有現在已經有方案做到 還是你是覺得 例如MIRROR卡那些 其實都是不需要列出一個機率 所以其實連這部分的保障都不需要 還是你同意是 我覺得列出一個機率出來是好一點的 但是列出來之後 其實你都是沒有辦法去檢 去認證這個中獎機率 究竟跟他列出的一樣 所以你覺得不需要特地去做一條轉單法 我覺得這三個立場 我越聽的時候好像是越不同意 我覺得是可能 是可以想清楚 究竟你今天站的立場是怎樣的 之後可能我會再說 就是雙方可能是一些 可能對於主線的論述的時候 怎樣可以再做得好一點 我就會覺得是 會不會是其他國家 例如你所說的一些中獎的 一些保障的機制可以怎樣再做得好一點 就是我 可能我會連同反駁一起講 不好意思有些混亂 因為正方你今天面對反方的攻擊就是 他說你們的方案 其實在他們的 現在的Apple Store 或者Google Store 都已經可以把關得到 即使物論Apple Store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規定 但是我覺得正方你要在這個內容 可以再做得好一點的位置 你需要問反方的就是這樣 那如果不是呢 就是因為你所說的 為什麼需要立法 你就是擔心如果又有不自律 如果Apple Store不執法 如果Google去審核漏了的時候 然後消費者都可以找到一個渠道去保障自己 就是這個就是你們和對方的分別 就是這個其中一個 第二個我會聽到的分別就是 如果 一些香港人他玩一個遊戲 然後他發覺 就是他是懷疑那個機率 和那個工資講的不符合的時候 他可以用三分數明條例去追 就是他可以去索償 但是這件事在Apple Store那個情況下 應該是不存在的 那或者如果是好像對方所說 是單靠業界去自我規律的時候 你都是不可以去索償 就是你是連那個機率其實都確認不了 因為Apple應該不會幫你確認 他應該只是需要你去列清楚那個機率出來 就是我會得到是這兩個的分別 但是我覺得在整場你對他交鋒的時候 好像大家都只是執著於 究竟Apple那個條例究竟的真偽是怎樣的 那或者是消費者委員會 他是不是真的檢查到有些遊戲 是沒有披露 而我覺得你一個對你有效 比較有效的攻擊位 應該是要列清楚 究竟雙方那個方案的分別在哪裡 或者你再說一些其他國家的例子 是補低的做法是怎樣 我好像有聽過一個 我也有點不穩定 但是我覺得這些的能量 可以多些 那這個就會是一個我覺得 對你的主線延伸 以及對方的反駁來說 一個比較有效的做法 然後我就說一說 反方的主線 即是他的論點 我覺得可以怎樣再鋪排好一點 其實我是有一點點不太明白 第二個論點去說 反對的原因是說 香港的配套不夠 這個論點我是有一點不太明白的 而且這個也是我覺得我在開面聽 和在義父聽 和好像在結面聽的時候 那個所謂對於配套不夠描述 都是有一點不同 即我在開面聽的時候就是 聽到說香港的產業是發展不成熟 而其他國家為什麼可以互相監督到 因為它的產業發展成熟 然後就是說一些本土的工 即是政府沒有推動相關的產業 又出現一些青黃不接的情況 就做不到互相監察的效果 但其實我是不是很在政府 扔得不夠多錢 以及沒有青黃不接意指的 是沒有一些新的人去投入這個行業 去得出 所以不能夠去立法例的結果 我反而會想的是 那如果本土 應該首先我其實不太明白 本土公司的配套不夠 以及它是否會做到互相監察的結果 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或者反之其他國家 就算它是有一些很龍頭的企業 全部都在那裡 那為什麼等於它會有一個責任 或者它有一個很大的意欲 去做互相監察呢 這個我是不明白 所以當你說到香港的公司很缺錢 很缺人才 接著他們就不會監察 也都不會 就是不會做到這個監察的效果 我也是更加不明白 但它好像結辯的時候 好像我會明白多了 你想說那個配套不俗 是不是說 沒有一個公司 是有一個有認證的第三方的方式 去認證到究竟那些機率是否屬實 因為我明白的是這個 還有我配合你整個稿件去消化的時候 我理解到你對於香港 去說配套不夠的位置 就是政府應該找不到一個獨立的認證機構 去認證究竟香港的公司 它的機率是否真的跟它披露的一樣 這個是我理解到的事情 但是如果這個是你們真的想說的話 那可能你在前場說的時候會比較清楚 因為這個我也是一直有些不明白的 是的 或者是你們去說到是說 還有當你們去上次去攻擊對面 我以前是說現在Apple Store或者Google 其實都已經做著一模一樣的效果 就是它是會踢一些沒有披露到 那個遊戲機率的遊戲落架的時候 我期望那個資料應該是要再多些 還有做早些出 因為我好像去到反方 排下答問題的時候 才聽到怪物 怪物不知道什麼的豬 還有日本的另外一個遊戲 好像是因為這樣而下架了 但是如果這件事那個執行的力度 是真的那麼足夠的話 我會期望可能你在開變的時候 你第一個論點已經是說到 可能一堆的例子出來 因為這樣的話 其實我也是會覺得 比起你和對方去爭押 究竟Apple的東西是否存在 或者是爭押消費者委員會的資料 是不是熟實的這件事 是會來得更加有力的 還有我想提一提政府 政府面對著對方和Google或者Apple 其實它已經做到把關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反過來和它數一些 其他國家可能有轉彈法之後 但是遊戲公司就是因為它犯了轉彈法 所以被人告上法庭或者被人罰款的例子 因為按照對方的邏輯 如果現在已經是有Apple Store 或者Google Store 幫它把關的話 我先不論香港支援會的那些例子 是怎樣來都好 如果真的有的話 應該是 但是同樣都是會有其他國家的遊戲 是觸犯到那個國家一些的 轉彈法的法例的話 那由這些例子 就應該可以論證到 Apple和Google的把關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全面 或者不是真的那麼足夠 我覺得這些方面的例子 就可以再多些 可能就會再有力點 那可能我主要大概想和三方說的是這麼多 如果可能一些再詳細的評語 如果稍後有時間的時候才再說 然後交給其他評判和主席 麻煩 多謝范老師 我們現在請王女士去給評語 不好意思主席 不好意思 我是正方主編 剛才我幫義父彈了出去 他現在在評論中 麻煩你可不可以加回他進來 麻煩你 麻煩你 好 麻煩你 王女士 好 好 恭喜大家完成這場比賽 省眼看 變題很簡單 相比於有些辯論比賽 有20個字 30個字 那些變題 很難理解 攻擊位很多 這條變題非常精簡 我想這裡沒什麼人打遊戲 不打遊戲都知道是什麼 容易消化 其實這條是一條很難的變題 準備下去 我想你們都會有感覺 因為很明顯你們應該都覺得 今場雙方的表現都不是你們雙方學校最好的那場比賽 難位是哪個呢 在三個位 以下三個位 哪一個處理好些 可能在我那張分子裡面的分數就會做得好些 第一個難位就是難在你如何理解什麼叫做轉彈法 究竟這個世界有沒有轉彈法 甚至乎簡單一點 如果這個世界真的沒有轉彈法 你如何理解那件事算不算轉彈法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大家舉了很多不同國家的例子 但是大家可能在研究的時候 下次要看得小心一點 就是你們在講的那些外國的例子 其實它是下一個什麼法例的名字 就是日本年代有的 它當時是為了處理一個跟香港很相似的問題 就是牛肉拌頭沒有牛 所以他們就要有一個景品表示出來 所以我第一個的疑問 我會以為雙方在這方面會講清楚什麼 例如正方會講清楚 你們今天的立法標準 像剛才對上一位評判這樣說 立法又叫政方 修例又叫政方 那是不是這麼清楚的一個立場呢 因為如果在我的眼中 我會覺得 你將景品表示發行了幾十年 人家原本是管牛肉拌頭沒有牛 現在加了下去 你就會叫它做轉彈法 我又會覺得 反方其實有權不接受這個定義的 當然你可以接受的 接受也沒有問題 但是接受還是不接受呢 雙方會不會就著這個什麼為之轉彈法去處理呢 又或者究竟轉彈法有還是沒有呢 例如台灣和韓國 剛才大家都有提到 但是台灣和韓國是未立法的 是在討論中 它未立法 即是連法案內容都沒有 那究竟你算不算那條是轉彈法呢 這裡是一個很糾結的地方 在定義上 雙方是有一個 我覺得可以展開討論的空間 或者在這種模糊的定義裡面 找一個對你們有利的立場 但是剛才的情況似乎 雙方都沒有把握這件事 大家總之 就是這樣 好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究竟立法的條件是什麼呢 這個我覺得是難的 對於你們來說 正方就很正路的 那條拉就是 有問題了 就是立法了 就是沒有了 它就因應這個需要性去立法 反方如果你們是想說清楚 這個立法不是由唯一的手段 你要說給我聽 為什麼他們這個立法的方法 我不管到最後 你是否認同它是立新例 還是修例 還是什麼 究竟怎樣是符合到這條法例 能夠執法 和這條法例到最後不會變成惡法 又或者不會變成紫路虎 如果今天正方很簡單 他從立法原意的角度 立法需要的角度去處理 你們不是沒有處理的 你們有處理的 你們說沒有立法的必要性 但是這個爭論 是前後轉了不同的說法的 待會我再討論 但是除了停留在這個層面裡面 你真的整了一條法例 你是不是抓到人 你抓到人是否控告到人 你控告到人 首先是否守正 這些所有的事情其實是怎樣 既然你們已經找了一些外國的例子 尤其是正方 你們覺得其他國家的案例可以參考 那我就會期望 你是不是可以多說一些給我 即是比你就這樣說 我們有這個需要 我們堵塞這個流動就立法 接著有一個方案 但就不跟我討論的方案 會否有 因為實際上 當我們去 例如律政司 他處了一條法例 他都不會就這樣想 總之有問題了 就立法 等於現在疫情期間 你可不可以強制人家一定要隔離 或者一定要去醫院 那你很難做到 所以你要考慮很多問題 所以在立法的情況下 如果政方要支持立法 其實他是有義務和有責任 你這個立法 為什麼是可行 和可行有效 和對社會有好處的 但今天我不是你的對手 你提出了 我覺得你這樣是太淺了 那個立論 反方不追問你的 他很遲才追問你的 那沒辦法 反方我都給不到分你 在這方面 因為你應該要追問的地方 你追問沒有追問下去 所以好像剛才評判所說 剛才兩位評判也有提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就是 機率的問題 是不是展示了機率 就一定是抓到人 好像剛才兩位評判 分別用不同的方法去演繹 可能性這件事很狡猾 大家在計算都知道 尤其是有固定機率 有變動機率 一個遊戲裡面 有一個採字 一個保持 有50種保密 有50種玩法 原來 今天這星期的玩法機率 和下星期的玩法機率又不同 同一個問題 我們那時候討論條題目 說了一件好笑的事 就是什麼 例如有人說 好像台灣丁特一樣 也是 他說我抽了這麼多次都不中 和你的機率不符合 第一個問題就是 別人說過是否平均機率 遊戲商會會這樣說 我不知道 第二個問題就是 例如你第75次都不中 或者你第76次中 接著77次又中 78次又中 79次又中 是不是你其實只不過玩得不夠長 機率你用什麼的本數去計算 去到那個目標 你就叫做不符合機率 還是 其實不是 你玩多幾次 你就符合機率 這些實質是一個很大的爭議點 去到一個地步 現在有些國家輕輕一下 殺停了 都是因為搞不定這些事情 例如台灣會說 我們沒有第三方認證機構 搞不到 全世界沒有 我都不知道怎樣檢查你 如果你說用商品說明條例 那我是不是加一句 以上資料緊貢參考 會因應大家課金程度而有出入 那是否過關 接不接受呢 那是否符合了商品說明條例 換言之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 是複雜的 我覺得 寸彈本身也複雜 那些遊戲商的玩法也複雜 那些不同的國家處理的方法也複雜 那這種複雜性是對反方有利的 是對政方不利的 所以我會預期政方 即使對你不利 但是你必要去證明你的立論線條件 所以如果你不證明不是不行 你可以避開了一些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又會覺得這個推論就不充足了 但是反方你捉不到的東西 這些是你反方在做主線考慮上 有些地方可能處理得不好 你將你的贏位放棄了 所以在這方面 我會覺得如果這條題目 我會看這幾樣東西的時候 似乎兩方面都有所不足 好,接下來就考慮第二些問題 例如論點的第二個問題就是聽聽 既然我看到有這麼多不足 最簡單的問題 我會給分還是不給分呢 就是我聽到的問題你們聽不聽到呢? 你們聽到有沒有攻擊呢? 你們攻擊是不是有效呢? 這樣 我發現這件事需要改進 可能因為這條題目比較複雜 最簡單的例如正方開辯說完一些事情的時候 反方的開辯說他很多事情都沒有說 例如方案沒有公布清楚 然後也沒有去斟酌他那條轉彈法的例子 我又會覺得其實可能意思表達不清晰而已 其實正方的方案是一開始就說了在這裏 他放在這裏 不過你可能不同意他的方案夠詳細 你可以這樣質疑他 但是你很難說他完全沒有方案 然後純粹就讀出來 同樣情況一樣是出現在正方那裏 反方已經舉了那些條例出來 講了一些例子 他講了一些機制 你不可以說你當聽不到就說別人不說 這樣 這樣不行的 我們會聽得出來的 但是另一方面 當對方不聽你說話的時候 你自己那一方有沒有指出 我講了你為什麼不理會我這樣呢? 這個又是雙方交鋒的關鍵 因為我覺得辯論辯論 就經常都留下一個字 就是聽到 因為你沒有聽到其實是不能辯論的 這是所有辯論展開的前提 你不聽他說話 他不聽你說話就死火了 剛才就出現這個情況 就令到雙方的交鋒 出現了一些不對應的地方 好了 聽到以外第三部分就是推論 我會覺得雙方的推論都比較一般 例如在正方來說 你們不停強調問題情況嚴重 所以你就說立法才可以解決問題 那好 那你要告訴我 立法怎樣解決問題 這個立場你在開辯的時候說了 OK 我給你分離 但如果你去到一副二副 以至於結辯 你只不過是立法可以解決問題 因為重新數一次你那三個方案的簡單陳述 那就是你沒有推論到 或者你沒有推進你的論點 你起碼要告訴我 當對方有反方案的時候 為何你的方案比別人的方案更有效 更加更能解決你的問題 例如我就覺得有三個問題 我們就比較一下 我的方案和你的方案哪個正點 根據這個問題 我的方案碰你不碰 第二個問題也是我的方案 第三個問題也是我的方案 那反方還不是我的方案 你不喜歡 你就幫我解釋一下 為何我們剛才說的做法不對 那你這個才可以推進到 你們自己的立法的建議 以及推論到你們的立法的效果 如果你不做 就會像剛才那樣 其實大家是重複你們論點的同一個層次 是停留在那個階段 只不過換一些不同的說法 直到什麼時候呢 直到台下或結辯的時候 終於有多一點的元素 有多一點的元素在裡面 但我覺得太遲了 去到那裡 反過來 反方同樣沒有強調到 你們的商業機制 究竟如何發揮它的力量 例如最簡單 我以為你們會跟我說 其實對於一個遊戲來說 它究竟怕犯法 還是怕不能讓人玩多一點呢 如果你的App Store本身是說 你犯了我的規矩的話 你連在我上架都不行 就像超級市場那樣 你要賣就要上架 超市上架 但是人家超市現在不讓你上架 那你說哪個大問題 可能它會覺得不行 我就真的要應付你的商業的要求 所以在這件事上 商業力量是大於立法力量的 那你也要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你的商業力量 是凌駕法律力量 我才會覺得你的反方案 是一個有力的方案 而正方是需要應理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的推論就不夠了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到最後結辯的時候 結辯同學演說的技巧是精彩的 但是我會關心一件事 就是有一點矛盾甚至轉拉 你去到結辯的時候 你整個的Framework 和你開辯的立論的框架是偏離了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到後來 由你們的台下開始 你就質疑 其實沒有不公平這件事的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 機率這些東西哪有公不公平的 好了 既然你覺得公平不是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你要倡用一個反方案 由App Store去規管別人 要別人公佈機率呢 你當然覺得有問題 你才有反方案的 你說了全場了 你去到台下和結辯的時候 突然覺得其實沒有問題 這些東西 平常事 我反過來會問你 或者正方結辯合理 應該要問反方 是否說到最後 其實有方同學 原來到最後你覺得根本沒有問題 由此至終你們倡議的Apple Store 會不會我反過來覺得你很苛客 你無緣無故要別人動用這個商業機制 去懲罰一些你覺得沒有問題的事情 這個在你的立論的基礎裡面是一個根本的矛盾 你覺得有問題還是沒有問題 應該這樣說 我個人都覺得 我聽你們台下這樣問的時候 我會覺得是有問題的 我自己本身沒有立場 說這件事有問題還是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也是聰明點 問題是 這個聰明點不適合你的責任 當你說出來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在台下給你高分 也沒有辦法在你的結辯裡面給你很高分 在內容上 至少你們分了部分 你可能可以在你的語言技巧高分 但內容我給不到你 因為這是一個基本的矛盾點 大到一個地步 我不可以跟我自己說 如果政方不指出 我就當聽不到 不行 我覺得這個太關鍵了 所以你的內容分 邏輯分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都不用等政方是否揭穿你的情況 但反過來 政方又的確是聽不到 所以我會覺得在這方面 推論雙方都是做得不理想的 最後講一個問題 就是台下提一提 大家剛才也知道台下不是特別理想 可能同學太緊張 提一件事而已 台下發問的重點是發問 你問的問題再不好 也不要緊 你問不到問題就沒有分 你明白嗎?同學 你問什麼都可以 你同不同意 我覺得條條例就有了 你同不同意 然後你不跟我授條條例出來 我給你低分 但如果你不問問題 我沒有得給你分 這次的台下發問 沒有零分 我沒有得給你零分 我被迫要給你一分 這個同學 你們就要留意 這個遊戲規則是你要問問題 就算到時突然之間很緊張 你怎樣也要寫這條問題出來 這個就是經驗問題 不會犯第二次錯 純粹經驗問題 最後說一件事 網上作賽是有很多規矩的 同學要適應的 最好比賽前做一些溝通 不要影響比賽的進程 因為會影響你們的合作分 這就是我的看法 謝謝主席 謝謝黃女士 現在我們到達宣佈賽果環節 在公佈賽果之前 首先為大家公佈本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返方第二副辯陳瑞琦同學 恭喜 好 現在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天的辯題是香港應引入轉彈法 由正方港共同學校中學部 對返方荃灣觀立中學 正方得票為0票 返方得票為3票 賽果為0比3 由返方勝出 恭喜